这个大乙治水 以前他的爸爸就是用毒法 毒法 这个洪水从那里来 他就在那里堆高 把这个水堵住 他是用 显教是用毒法 就是说把这个欲望把它停止 那个欲望 欲望一升起来 你知道 念头起来说 马上就把它压下来 把它阻止 念头一升起来 你就把它转移掉 就阻止 这个是属于 可以讲是属于毒法 那么密教是属于导 引导的导 就是大乙治水 大乙治水是用 把这个水引导到好的地方去 不要变成洪水灌烂 那个欲望是当然清新寡义 是最好 那密教他主张是用引导的方法 所以密教有修这个 好像是说把欲望把它变化成为 一种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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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修行 欲望变成修行 这就是密教本身很重要的这个口解 一般来讲也不随便对大众宣说 就是所谓的这个双生法 其实双生法在一般的居室里面都有 你不是出家人 你是在家居室 他们都是双生法 但是双生法的时候 我们讲过一句话 你在做双生法的时候 你的意念就是出生 就是在出生到 就是在出生到 你在贪明 贪力的时候 你已经就是在第一到 贪明 贪力 贪色的时候 你已经在第一到 当你在贪吃的时候 贪食的时候 你已经就在二回到 我喜欢吃好的东西 不喜欢吃坏的东西 好的东西我都抢来吃 剩下的不好吃的给你吃 那已经就是在二回到 所以在因恋之间 这个祖父祖母 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就已经是在出生到 再来传到父亲母亲 父亲母亲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们也是在出生到 生下你这个儿子 你这个儿子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也是在出生到的 所以这是欲念 这是人本身生出来的意念 如何改变 就是像显教一样 这个念头一采生出来 就把它阻止 但是有一句话讲 这个你把一个大石头 压在一个草上面 这个草就没有了 有一天你把草打开 它又长起来 它又长起来 所以阻止 并不是永远的办法 唯有把这个欲望 变成修行 这是密教的方法 所以这个就是师尊的口诀了 这个密教呢 我们不用读法 不像显教 遇到的这些事情就是 强迫自己不去看这些书 看这些电影 反而是我们把这个欲望转化成为修行 对 你其实你在两个人在一起做的时候 这个就是限制集 怎么漏出来 怎么样子 在电影上 在网路上 在很多地方 你都可以看得到的 现在已经可以讲 对不对 叫做欲留 欲望如流水 去忘物都是 都是 已经都是了 但是这个方法呢 唯有能够懂得圣贤的人 才能够做这个方法 很不简单 很不简单可以做这个方法 因为人在有欲望的时候 他根本什么就忘掉了 他根本就是一个动物 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是畜生到的 那个时候还教你说 哦 你要做什么观想啊 然后要念什么奏啊 要比什么知识啊 要做某一种知识啊 好多知识 好多知识啊 有所应啊 有所应啊 有观想啊 有持咒啊 有种种啊 来不及了 脱衣服都来不及脱了 到时候你说呢 现在的 一进到房间 马上把衣服全部 扣子都掉了 对不对 那一种 那一种 那个欲望 欲否高升 欲否焚身的那一种样子 很饥渴 马上就要把对方吃掉的样子 你说 要叫他静下来 啊 我们先观想 我们再持个咒 我们再持个咒 然后再摆个姿势 就是手印 手印 这个手印的时候 有好多手印 通通要教你 怎么样子手印 怎么样子手印 教你怎么进 做进出口 怎么做进出口业 对不对 怎么进 怎么出 还要教你这些东西 然后慢慢教 教到你会 还要给你灌顶 你才能够做的 那是密教的导法 就是转身法 密教主是从来不愿意讲的 是个别传授 不会在公开场面讲 今天我讲这个 就已经很落伏了 对不对 那个是把畜生道的欲望 转化成为修行 这个别人不会的 师父特别教我 但是我知道这些状况 但是很多的人利用双生法 去制造营业 制造他们自己的营业 就是他们本身来讲 不按照这个方法 对不对 異否浑身哪里 还是什么佛法 異否就是異否哪里是佛法 但是密教不一样 他可以把異否 转成修行的佛法 这是非常高的无上秘密 非常高的无上秘密 只有某一种人可以有资格修 他已经修正了无漏 而且他已经证得了空性 已经明心见性了 他已经明心见性了 而且他自己也修正了无漏 这两样架起来是基本上的条件 其他还要看你的根基 你的智慧 是